32元, 28元, 27元 兩餐飯大加鬥平,絕對價低者得 不過這樣的價錢不算低 因為低處還有更低 15元一盒飯?每到中午 這間位於深水埗的燒臘店門口 都排了長長人龍 食客都來買堪稱是 全港最便宜的燒美商品 一個字形容就是這麼大盒 真的吃到飽,可以一天三餐 可以一個禮拜買多少次 兩次 給一餐節省得多 那比買菜好 15元,就省了兩個飯 連茶餐也要三十多元一個 可能是豬肉的來貨價貴 叉燒和燒肉,單相拼 同樣要賣貴3元,成為18元 不過一盒燒美飯20元不用 難怪食客一個接一個 師傅斬完一刀,又一刀 累嗎 也累 一天,整天早上沒有停 高峰午飯時間,可以切多少隻雞 沒有數,大約50隻左右 一天高峰買幾個飯盒 這些飯盒四箱 即是多少個 大約?差不多2000個左右 太難了 最初還是… 問問人家,人家也有點不信 不是吧?這麼便宜 燒臘店是在疫情初期以低價給客 不過現在幾乎都來到後疫情 為何不乘機加價呢 老闆說不加,我們就不加了 一街坊 反正深水埗,你賣得貴 每個人不是很多人賣 又加上這裡比較多基層 我們有公開,他們有東西吃 大家都好 其實有否嘗試來買 差不多,不會怎麼嘗試去哪裡 不過有時候嘗試也沒辦法 老闆這麼說 麻煩,要個兩頌飯 又到晚飯時間了,很餓 要個雞翼還是豬扒好呢 還是營養一點 要芥蘭或椰菜呢 這麼多選擇,我每天都想吃 吃甚麼?兩頌飯,17元 兩粹肉瓜、雞鍋,來買吧 17元,我有沒有聽錯 這間是深水埗區的食肆 兩頌飯絕對是便宜港狗 雖然只得10款菜選擇 而且正做外賣 不過顧客一樣那麼捧場 你覺得有甚麼最好吃的 雞翼 豬扒和排骨 苦瓜和蘿蔔 大鍋頻頻炒 因為每天要準備 三、四百個飯盒的菜式 而全部都是由中央廚房負責 今天預備了甚麼菜式 薑汁炒芥蘭 涼瓜牛肉和椒鹽豬扒 8時開始準備工夫 至少要三小時才煮好 下午的菜式大致上都煮好了 將一個個的飯格排好 就可以送到店舖 不過價格定位17元 預算極度有限 備料方面就要左度右度 我們以前在外面工作 都在一起 有哪些可以適合這間公司的價格 可以做到,我們看看成本是多少 能否做到 可以做到,我們便做 我們可能會看看 究竟甚麼魚會較便宜 或者豬的甚麼部分會較便宜 最近豬鴨肉便宜了 我們便會下豬鴨肉 可能成本 肉價、菜價、雜貨、米價 通通,我們也要計算 究竟能否做到這個菜式 不過暫時來說 賣每個飯可能賺1、2元 兩宋飯賣17元 比其他同類的便宜了起碼8元 這樣做不是為了 跟區內的兩宋飯店搶客 而是希望幫助有需要的人士 17元兩宋飯 其實也是想幫助多些基層的家庭 以及獎勵者為主 可能小時候也會比較低俗的家庭 我也想獎勁力 可以幫助有少許多人 你多常來 一個星期都有三、四天 你最喜歡吃甚麼菜 都是刮刮菜菜的 肉食的儘量少 來了只有幾個月左右 一個星期來多少次 來六次 一個星期來六次 你節省多少錢 節省到…也有幾百元左右 節省到二、三百元左右 不只賣得便宜 有時還索性免費 每天下午兩點多 這間餐廳大派長龍 原因就是有一個派飯活動 每天限派100個 海仔、海俊傑 就是這間店的移工 一有時間就會落舖 負責派飯,親力親為 在香港現在吃飯真的很貴 香港要賺錢,真是艱難 如果一天可以免費一餐 兩餐給他們 其實一個飯盒都經常 四、五十元一個 甚至五、六十元一個 如果一天可以節省到 100元或120元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幫忙 節本嗎?節本是老闆 與我無關 我只是付出爐碌而已 三點正式開始派飯 轉過頭,已經派青光 謝謝… 別客氣,吃得開心 最重要是吃飽,吃得健康 做善事 因為很多貧窮的… 上了年紀的朋友 他們都很需要每個人的幫助 我們可以盡一點點的免力 我今天只是來農動 又不用我煮 我負責筆飯,筆飯,派飯 當你以為17元已經便宜到貼地 原來還可以低一點,低一點 再低一點 你覺得11元可以買到甚麼食物? 11元,現在還沒買到一塊豬紅 10元,不用11元 我買菜 11元買豆腐就可以了 當沾沙咀買汁水都要10元的時候 這間泰式餐廳在剛剛的11月 香噴噴的魚香茄子飯 熱騰騰的香茅豬扒飯 都只賣11元而已 為何會過來這裡買飯 不是,看到那牌子,11元 看到那牌子,11元 那麼便宜就買了 你吃麵都要10元,豬扒飯 現在尖沙咀區,11元的飯 真的很少有 這間餐廳也沒有 把菠蘿蔔也要12元 11元飯究竟怎樣練成 先來魚香茄子 把肉碎炒香,倒入備製醬料 醬汁煮得夠稠 就可以加入提前炸起的茄子 為了不想客人等太久 煮的步驟要快而準 備好的飯淋上魚香茄子 只需要10秒完成 香茅豬扒相對花時間一點 將醃了一整晚 煎到外脆內軟的豬扒切件 然後扔走豬油的部位 放得漂亮、漂亮 淋上醬油、灑上蔥花 大功告成 謝謝 飯的份量也很足夠 我先數一下有多少件豬扒 由1、2、3、4、5、6 都有6件豬扒 我看見11元 沒想到可以買到這麼多了 的飯盒 以11元來計 因為我們想到就是11月 不如做11元飯盒吧 就開始了這個時間 譬如現在慢慢開始 之後大概是12月 12月我們會怎樣做呢 不如做12元飯盒 而做的數量其實我們沒所謂 譬如有時候可能買幾十盒 甚至多起來可以買8盒 我們也照樣買 餐廳只會在每個月 其中一、兩個星期提供11元飯 而且2時半才開賣 有街坊一早來排定隊 雖然過了午飯時間 不過遲些吃不要緊 你先吃一吃,師妹 這早就要吃飯 11月優惠過了,不要緊 12月一樣有 由27號開始到1月2號 不過就著兩家一元 賣12元 既然11月賣11元 12月賣12元 那1月就一定要問這條 大家都想知道的問題 1月呢?下年之後又怎樣 1月還在談 可能到時會否用1元 又或者用甚麼價錢 加1元也不行